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0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最终是呈现了一个上涨的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指数是上涨了65点 来到了12894点 不过虽然说指数最终是呈现上涨 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而言 应该不会太过满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盘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来自于说 大型股它的确发挥撑盘的效果 但中小型个股的部分 它的走势就有点开高走低 或者是直接开低之后往下去做一个杀盘 因此我相信大家应该会非常关心 到底今天这样的一个行情过去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台股接下来的一个多头发展 那这个问题呢 我在稍后的节目里面 我会来帮大家做解析 但在此之前 一样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我们每天早上在台股最前线 Telagon的一个群组里面 我们提供给大家 我们对于当天盘式的一个看法 所以你可以从画面当中很明显看到 我们对于今天盘式的分析 这个都是在开盘之前 我们对盘式的分析是偏多 而且是一个做多 你对照今天的一个台股股市来看 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判断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今天的一个中小型类股的弱势 会不会造成台北股市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就发生 我想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如果你过去这一个月 你不要看太久 你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有看下午时节目的一个观众朋友 我相信你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行情 应该会非常的一个熟悉 怎么说 因为这个所谓的大型股称牌 然后中小型类股走落这件事情 事实上在一个月之前 它曾经密集的发生过 怎么讲呢 大家可以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上方是加权股价指数的一个K线图 下方是所谓的一个贵买指数的一个K线图 你可以看到当时在7月中旬的时候 那个时候指数一直维持在10线附近 去做一个震荡的整理 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贵买指数 它出现了比较明显向下的一个回答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它有没有影响到台北股市后续的发展 你可以看到后续的台北股市 那个时候大概是在12200点附近 后来走到哪里 后来走到最高点是13031点 然后目前也还有12900点附近的一个价格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这样的讲就是说 它其实并不是应该这样说啦 大家有那个风险意识 我觉得其实是好事情 但是它并不是影响指数多空发展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强调嘛 你只要看三个因素 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管 因为这三个因素 它就会反映在反映盘面所有的现象 一个是所谓的时日线 有没有去做跌破 一个是KD指标有没有出现转折向下 以及台币升值这件事情 它到底有没有开始转向这个所谓贬值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既然这三件事情都没有 我说真的 大家也不需要去太过担心 这个行情会很快的出现多头的反转 因此现阶段 我觉得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只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要买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另外一个则是要买什么样的个股的同时 要知道买在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之所以会特别谈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今天对于下午时来讲 应该算是感触蛮多的一天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今天盘中 那个整个风力发电的族群 股价表现都非常的强劲 对不对 但是到了那个收完盘之后 明明股价创新高哦 但是收完盘之后 却有很多投资朋友问那个 透过那个服务人员问夏老师说 老师 我那个买世纪刚买在101块 买在102块 买在104块 到底有没有解套的机会 那当时其实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情是 啊不是讲很久了吗 为什么你会选择在今天 才去做一个进场 我想这个其实就是 投资朋友你在操作的一个概念上 应该这样讲的就是 你的概念到底有没有在一个 比较正确的方向 我知道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追股票 我在讲的时候 大家都不认同 然后股价创新高的时候 你才想说 好像真的有这样一回事 然后你再来去做一个追价 但是你知道这一来一回 差了多少吗 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在8月3号 你可以从画面当中 这个日期可以看到 这是8月3号 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谈的一张字卡 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先跟大家讲 我说它第二季 你看那时候讲的都还是第二季的营收 对不对 然后我讲说以这个营收来讲 它的EPS一定会很漂亮 而且外资那时候买了大概8000张左右 成本在90.9 价格其实没有差很多 加上说第四季进入到产业的一个旺季 所以当时我讲了嘛 这两个股它其实有一个大幅度往上挑战的机会 不过当时我讲 应该相信的人其实应该并不多啦 所以才会有今天就是有很多投资朋友 追在高点然后来问我说 老师现在这股票怎么办 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尽可能都是公开讲 就是希望说就是说 我们在布局之前都可以都会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那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你看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 你看不要说8月3号 这个是我在8月2号 你看那下方这个是我没办法做假的嘛 对不对 这个是曾中玉 就是小玉在非凡的一个节目 叫非凡股市周报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吧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 这个日期是8月2号 也就是它是一个多礼拜前 一个多礼拜前的那个星期天 事实上我在节目里面 当时我就跟大家谈到9958的世纪港 当然那个时候我谈了比较多的基本面 包括提供水下支柱装 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客户CIP卧续搭德 这些大家可能都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觉得在自己的节目 其实不用讲太多的基本面原因 是因为重点就是那个买点嘛 对不对 你今天挑到一档对的股票 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好的买点去做切入 老实说我是觉得很可惜啦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这个不是我能够 我能够请他们帮我做假的嘛 对不对 这是我在8月2号的节目里面 我就已经先跟大家做谈到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价 今天的股价创新高 我说真的 它也不过就是反映 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所谈到的那些讯息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就是说 虽然今天看起来外资是调节啦 那很简单嘛 他买8000几张90块 贪10块 是我我也先出这股啊 对不对 是我我也先出一些啊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状况 但是你如果没有提前去做卡位 提前去做布局的话 你就很容易会追在今天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啊 那实际上你从现在的一个盘面讯息来看 包括上半年的EPS1.58 大家会想说1.58 呃 了不起今年给你赚3块钱 那它本益比 股价100块 本益比难道不会过高吗 我告诉各位 有时候看那个数字哦 它不是重点 为什么它只给大家带那个成长率啊 这是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我给你 我如果上半年赚5块 但是我成长率只有1% 它是不是告诉你说我全年了不起就是10块钱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空间嘛 那没有任何空间 股价不是说不好 但它股价就是比较温吞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高成长率的话 你难道真的觉得 它的全年只有3块多吗 4块钱我觉得都算是保守的啦 如果你今天估4块我觉得这都保守 但问如何 以目前的一个产业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简单跟大家谈一个 有关于绿能的一个 比较大家比较少谈到的一个讯息 叫做 叫做RE100 就是画面刚刚刚看到的第三点 RE100啦 RE100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是一个国际的机构 它希望就是说 在2050年之前 它能够有100家的企业 加入它 然后再加入它的条件是什么 你要承诺一件事情 就是我2050年之前 你问老师 2050年还有30年呢 对 但是这个条件只能够提早 不能够延后 但无论如何 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 2050年之前 这100家的企业 它全部都要用绿能发电 它不能够有核能 不能够有火力发电 等等就是一些会污染环境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方式 那实际上现在也不止100家啦 最近加入的一家 大家一定很熟悉 叫做台积电 它是第242家 加入到这个 这个RE100的这样联盟里面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 国内有5家 有2家没有挂牌 还有2家是生技类股 一个是葡萄王 一个是大疆 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跟大家讲 但问如何 当台积电跨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老实说啦 不是说葡萄王大疆不好 你要去想的一个问题是 生技股的用电没有来的这么凶啊 对吧 但半导体晶圆代工 它一分钟的电 不要说一分钟 一秒钟的电都不能够断 你看它只要地震一停 生产线上 几百万美元的晶圆就全部都报废 对不对 它是用电非常 用它等于是用电大户啦 只有你看到 它这个时候其实也要跨入到 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它其实就已经告诉你了 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所以今天当大家股价在追那个 102 103 104的时候 其实我只要看的是一个重点 就是那个股价 是往我们认为的那个方向去做发展 我觉得就OK了 其他对我来讲其实并不重要 我现在因为我的价格比较低啊 你今天如果追100块 101块 102块 我讲真的 这股票你赚不到钱 所以你买对股票 你就想一个问题哦 你买对股票你还赚不到钱 够不够傲 超傲吧 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因为你追在短线上面的高点 我说真实的 今天你买100块2块 我问各位 今天股价涨到103 你会选择做什么 加码吗 不会 你会选择出股票 对不 啊大家都操作都是这样子啊 就是如果当天你就套住了 你会怕嘛 哎你买100块2块 啊怎么台价到8块钱 你会害怕啊 那害怕怎么办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价格会涨到哪里啊 但是下午是很清楚啊 我知道 我价格我都给会员了嘛 对不对 我知道价格会到哪里的时候 啊我买的成本又相对比较低 我总是有比较多的空间可以看嘛 这是我跟你的不同啊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这种点就是说 如果投资朋友你很容易追在那个短线上面的高档 追在那个尖尖的位置 我觉得你要去思考的问题不是不是选股啊 买对股票 这个是成功的第一步 但他不是你成功的最关键那一步 成功最关键那一步 你要买对位置啊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一个概念 你看1589的永贯 这股价整理够久了吧 对不对 整理了大概半个月左右时间都在这高档整理平台嘛 一样的概念 不要说我都没有讲 一样的节目 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天啊 8月2号 1589的永贯 这是我嘛 对不对 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疑惑嘛 所以我讲了两档股票啊 一个是世纪钢 我讲了三档股票 一档是世纪钢 一档是永贯 还有一档是9933的中顶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当时跟大家讲的股票 是不是在今天都做验证 所以对我来讲重点不带创新高啊 创新高只是 只是验证你的看法是对的而已啊 因为你的看法是对的时候 你股价就会创新高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但重点就是 重点就是你今天你去追102块的世纪钢 你去追100块的永贯 就不对了嘛 第二我已经跟你说一周了 超过一个礼拜了嘛 对不对 第二个股价冲新高的时候 那个其实并不是让你去做追股票的时候啊 有的股票可以追 有的股票不能追啊 这个之后 这个当然跟技术面有关系 以后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来跟大家去 去解释中间的差 有的股票可以做 有的股票不能做 的原因在哪边啊 但是我觉得现阶段 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你要先思考的问题是这个 这个 不对这边啊 这个 买对位置啊 不是买对股票 买对股票不难 买对位置它才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没有 没有办法去买在一个比较好的价位的话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想一下 夏老师在提前告诉你 我或许不是买最低一点 但我至少可以买在一个 相对发动点的位置 对不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 一下这个问题 好那除了 风力发电 太阳能我就不讲了啦 太阳能 我有我的坚持啦 因为高 呃 那亏的太阳 除非我确定它会转亏为赢 你觉得它转亏为赢 再来做都有一大波段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 就看就看就好了 那另外一个族群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留意的是 呃PC跟NB相关的族群 好那PC跟NB相关的族群呢 当然代表性的个股 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嘛 二三五三的一个空气 那时候谈到这两个股 其实主要当然还是在于半年报 就这个 大概这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们都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半年报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从半年报当中去寻找一些好的股票 那 如果你发现一个产业 如果你发现一个产业 它所有缴出来的那个获利成绩都很好 对不对 所以我我我是不是 我每天在Teregrim啊 我是不是有提供给大家 财报跟法人的一个档案 不是说 我觉得一方面啊 你看我的节目 是给你鱼吃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交给大家钓鱼嘛 你现在看一整排下来 你发现都同一个产业 你还没有感觉嘛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部分来看 风力发电是一个产业 那时候我讲了嘛 前月份营收创新高 尚伟投控 对不对 永贯 KY 世纪钢铁 信邦 这些都不是都风力发电 1609的大雅 1609的大雅最近 股价有多凶悍 大家应该有看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1609的大雅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这个股价 Auto 对不起 Auto H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雅的一个股价 这是什么大雅的股价 这股价是哪里 是不是这样去 有什么这样去 也是风力发电啊 也是获利创新高啊 所以你要去找股票其实不难 就是你有没有想要那个稳扎稳打来做 他如果连续股价喷出那个都是赚的 我们不是要那种 一天一支 两天两支 三天三支 我们是希望稳扎稳打 买在低点喷出去 你可以有一个波段利率 这才是我们要的 好 那回过头来 我刚刚讲说 你看财报嘛 宏记财报是不是 之前上礼拜五我们讲过了 我就不多谈了 好 那股价涨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股价的表现 2353的宏记 这不是今天股价的表现 那样嘛 好 那重点呢 错过了 怎么办 找新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还包括什么 包括像是2385群光 群光的部分大家可以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就是说 上半年EPS3.47 有年整百分之18.54 对不对 大家会讲说老师 你不是公开找财报成长 那这两个股 它其实有个很特殊的地方是 它第二季的单季是3.4 它是创同期的新高 就是这么多年的 这么多年的第二季 它创同期的新高 为什么 因为第一季实在太烂了 你看嘛 就是它第二季赚3.4 它上半年赚3.47 它等于是它第一季赚多少 0.07 这应该烂到爆炸了吧 但这种股票它就不是 怎么讲 这种就是长期的基欧股 所以 它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那刚好搭上这一波 后来疫情的关系 大家远距 远距教学 在家上班 它所带出来的一个商机 有没有把它补回来 有嘛 对吧 所以 它第二季的单GP的支出大幅跳升 那过去这一段时间 前面的我不讲了 因为 前面这一段 大家看到这个六月底这一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因为那个时候是 高股息成分股 然后被动式买盘 被动式买盘就是说 我纳入到成分股之后 我就一定要买 我就是 我就是这个基金里面 我都是做高股息嘛 啊你是成分股 我没有嘛 我就一定要跟 所以前面的都不算 但后面的算不算 后面 后面就是投信 自发信的买盘 所以你看投信 从7月13号以来 增加多少张 7451张 这边外资买了1500 成本多少 88.41 那这个股价 是不是突破平台整理 第一根GP 对不对 啊你说前面 这个我们之后再讲啊 有时间再讲 反正就是 就是这样子吧 突破平台整理的第一根GP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股价是不是有 往上攻击的机会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我们再来看 2603的长龙 长龙的部分 今天股价拉出第一根 对不对 我先讲哦 我不是叫大家去追长龙 或者是说 我有长龙 不是讲这件事情 我是要告诉大家一个趋势 今天我长龙买不 我可以买其他股票 可以嘛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看长龙 这个上半年财报不会好的啦 但下半年的财报 会很好 我们先把话讲在前面 至少第三季会很好 为什么因为 第一个 七月份的报价 货柜的报价 他们算 他们算一个TEU啦 TEU是什么 TEU就是20尺货柜 大家在那个路上看到如果那个 看到那个Evergreen 就是那个长龙的货柜 那一个就是20尺 大一点的40尺 好 那那个报价 20尺的报价 回到今年一月份的高点 然后呢 运量 运的那个量 它也回到今年的高点 好 你用飞机债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华航 第二季会赚钱 因为它都是货机啊 啊 问题是 你用飞机债很贵啊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 经济有点回温的话 我是不是用货柜债 就是用船啊 对吧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一方面 报价 弹起来 运能 成长 然后 燃油价格大幅度下滑 你如果去做个研究 呃 航空产业 大概接近四成 大概四成左右是 来自于燃油成本 货柜产业大概两成 啊 很简单嘛 我要筛准 啊不不啊 速攻去嘛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吃汽油嘛 对不对 吃燃油嘛 但如果燃油价格大幅度下滑 对于它来讲是不是 利多 啊 这件事情呢 应该这样讲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五月份 五月份那个原油期外 有跌到负的 对不对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当然不可能是负的啦 但是 你就知道那个价格跌很多 事实上大概腰斩左右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外资从7月27号以来 增加了 1.8万张 成本大概11.4 好所以突破整理区的 第一根红黑棒 这个也是跟群光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短线强势 好这是短线强势 那中线 你可不可以选 呃 你要选长龙也可以 那一样 不是叫你追 明天大幅度开高的那个买点 而是在于说 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些 那个 有获利的股票 例如说什么 我讲的都是货贵喔 例如说这个 对吧 它股价不会长龙扬明那么凶啦 因为 长龙扬明 亏得多嘛 对 当然他们是产业龙头没有错啦 但是如果就文扎文打 是不是这张股票会比较好选择 好 所以回过头来啦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今天大家都看说 电竹鼓楼多少 手头的股票多少 我看那不是重点嘛 重点是你要学的就是说 今天我挑到一张对的股票 很好 已经很棒了 至少你知道说 怎么样从产业出发 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 买对位置 买对位置啊 所以从今天的 世纪纲 从今天的勇冠 我要给大家最好的 印证就是说 你要在那些银店 最起碼 最起碼你有空间 你有空间可以看嘛 你怕你录在那些观点 你就只能够等解套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有时候啦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东西 大家都想要等到事后验证 但你有没有想过 事后验证通常是股价喷出去的时候 你都会追在那个相对高的位置啊 对不 所以股票 股票怎么做 不是说你在那些观点你不会贪钱 你只要追在高点 他有更高点你都还会赚钱啊 问题是你就赚不多啊 就我刚刚讲的啊 你买在102的世纪钢 你说 假设自己刚后来涨到120啊 你会赚18块吗 不会 你会赚2块 因为你解套你就想要出了嘛 对不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啦 就是 如果你认同夏老师理念的话 最好是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操作 我觉得应该会是比较理想 那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我们台股最前线的Lite 来跟我们的小编来做发问 加入的方式你可以输入我们Lite D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QR Code 当然如果你不方便或者是不会加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2653-8299 02-2653-8299 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8月10号的台股最前线